好,我們兩手合掌,兩腳用力 我們現在運行做觀想 首先繼續回憶 我們觀想,我們在少佛世界 善惡參半,無常迅猛 難以惡止 再加上惡元勝多 我們的習性、貪愛容易被誘發 也不知處理 這兩件事情讓我們輪迴不止 為了要進行這種超越 如果我們慢慢的修 累世累世的可能沒有機會 繼續遇到善知識 再來,佛法繼續在衰落 惡法繼續增長當中 顯然,未來的處境更加的堪慮 或許我們沒有辦法比較 但是事實就是會這樣子 為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應該要尋找 符合我們的需要 能夠在今生修行能得利益的 這是少有的法門 今生可以了辦的法門 淨土法門 藏佛的本願力 若有十方眾生 遇生我國 至今信要 乃至神經若不生 則不去成訣 為主忤逆以及不信 我們只要呢 不是忤逆罪 也沒有說不信 這樣子 我們稱念佛號 靈命忠實 信願堅固 必能往生 我們觀想理解佛的本願如此 那麼應該順佛的本願而修 自信信仰 這就是我們的核心 怎麼樣自信呢 就是觀察清楚 少婆的不可愛 以及呢 極樂世界的殊勝 我們當然不是要到極樂世界去享福 也不是說逃避 蘇佛世界的那些眾生 我們要度化眾生的這種責任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是因為真心的為利益一切眾生 但是呢 觀察自己 就是坦坦講的這樣 在生死無名中 善惡參半 無償獻前 難有可靠 再來呢 惡緣眾多 容易顛倒 第三呢 我們呢 身心常常漏裂 不能夠呢 支撐我們呢 長遠的修行 而且生命又那麼短 這些都是不利的條件 所以我們為了利益眾生 恰恰就是為了利益眾生 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有利的條件 符合我們的能耐 能夠呢 能夠呢 成就 那就是 再好不過了 就是今生了半的進度法門 在末法時代呢 這個是 但是 但能稱念佛名 這個 閒於 這個什麼呢 染淨 那麼 這個都能夠 都能夠 得利益 但能稱佛名 極受 這個佛的加倍 那麼既然這樣想 那我們又有這個本願功德的證據 十方眾生 遇生我國 至心信耀 乃之時念若不生 則不取勝決 它叫至心信耀 那個至心呢 大概就是 對應起來就是 靈命終始 若一日乃之其日 這個 這樣子的 一心不亂 這個一心不亂 不是所謂禪定 禪定 修禪定的人很多 那修禪定並不等於 能夠念佛往生 是那個 願意往生內念心 不動搖 那麼就是 若一日乃之其日 這個 這個 一心不亂 那個 內而不亂 我不受什麼亂 我不受 我的習性 我眼前的疾苦 或者是 這個 我的 我的這個名利貪愛 感情等等 這些 我不受這些所 所亂 那 一心 沒有第二心 我只願 彌陀佛來接應我 那就是一心 那這裡當然有很多道理可以說了 那我們就這裡不講 就是 先正面的說 這是一心不亂 就這樣 那就是所謂至心信耀 既信又好耀 我信 彌陀佛能接應我 我能夠受彌陀佛接應 我信我現在稱念佛名 念念之間 臨終 我正在臨終 我也是念念之間 相信彌陀一定來接應 好 這樣子想完了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真正的就是自心信耀 若一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亂 這個自心信耀的這一心是不亂 堅定也就是願心堅固 必能蒙佛接應我生其樂 心生歡喜 產生堅固 渴求之心 但回憶到我們過去沒有成就 我們要申請懺悔 懺悔之意 好 那麼 渴求之心 那麼 關 現前的談疑 那麼 自誠懇切恭敬 稱念彌陀 既是懺悔 也是發怨 更是意念 這個 彌陀佛的本願 讓我們能夠 消除業障 臨終時 真正意念自己本願 不亂而往生機了 好 婉緣放下 信願提起 六根讀色 敬念相繼 念 聽 拜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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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